好家伙 你敢相信吗 赛罗今年已经15周年了 而他的师父雷欧更是来到了厚重的50周年 而纵观这么多年来 雷欧和赛罗这对师徒的人身觊觎 就总让阿伟觉得这两人能整到一起 还当真不是没有道理 就拿个最简单的来说 这两人都是平凡的 会遭遇一些相当凶险和困难的战役 在这些战斗中 要么是敌人过于强大 被打的命悬一线 要么是对手手段实在阴损 搞的人求死不能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来给大伙盘一盘 阿伟心目中这师父俩遇到的最危险的机场战役 咱们先来看看师父雷欧 其实真要讲雷欧遭遇的困难战斗呢 那说老实话 实在是有点多的数不过来了 无论是一二话里的孪生怪兽 布莱克基拉斯和雷德基拉斯 还是三四话里的祖鲁克星人 包括说后来的兄弟怪兽 加伦和利特尔等等等等 这些无论是哪个 都是单拎出来就可以在别的奥特曼副本里排到前列的强力对手 而上面这些所有的变态敌意 全部都出自于雷欧TV这部作品 这副本的逆天程度可想而知 不过如果真要说 雷欧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战斗 那阿伟觉得还是得看普莱舍星人那次 在第二十六话里 来自宇宙的神秘魔法师 怪兽普莱舍星人 突然来到地球 并在后来的战斗中 用一招缩小光线 给雷欧缩成了人类手掌半大小 并且装进了气球里 而在后来 虽然雷欧成功的从气球中逃了出来 但却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解开 普莱舍星人师下的孙悟咒 毫不夸张的说 最后要不是奥特之王 机械匠神 亲自下场 为雷欧解除了魔咒 咱们的格斗之王 如今恐怕也就只能欺负欺负和池塘里的大田鸡了 估计打个猫猫狗狗都够呛 而这场战斗呢 也是阿伟心目中 雷欧遇到的最危险的一场战斗 这并不是说因为普莱舍星人有多么多么的强 破坏力有多么多么的恐怖 单纯就是因为他的这些控制技能 在常规情况下 几乎可以说是无解 只要你中了招 如果没有规格外的大佬帮忙 那就只有等死的份 可谓是殷损至极 说完了十分流 咱们再来看看土地赛罗 有一说一啊 赛少这么多年来 不说是顺风顺水吧 多多少少呢 也算是个坎坷七曲了 从出道的力压全场 寄精四作 到后面一路扶腰之上 成为占领天化板之一 甚至还混了个神似融合材料的殊荣 可谓是一路平步星云 可赛少制裁刚登顶不久 人生便立马走上了下坡路 四处串场 到处吃鞭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丢的人也渐渐的 快比丢的人还多 而要说在赛罗这么多年的戎马圣牙中 遇到过最艰难的战斗 拉维还是觉得 得要数在赛罗格斗里 和贝利亚王魂的那一战 当时刚刚获取了日冕月神力量的赛罗 还刚过新手保护期 就在灵魂和黑暗铠甲融合的凯撒黑暗贝利亚手上 吃了个大亏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赛罗在和黑暗凯撒的战斗中 一直久攻不下 打得有点窝火的赛罗 直接就掏出了究极铠铠甲 一箭就给凯撒黑暗 砍了个七零 而让人家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全部都是贝利亚的一谋 而在黑暗的侵蚀下 赛罗的身体 被贝利亚的灵魂占据化身为黑暗赛罗 而常言到黑化墙三分 黑暗赛罗所表现出来的压迫感 可谓是恐怖至极 先是随后一击 就将钢铁武士 连同他背后的赛罗警卑队基地 给一刀屁成两半 随后更是一碾压之势 将整个究极赛罗警卑队给涂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 在自己的伙伴 惨遭自己的身体屠杀的同时 赛罗的意识 也已经在贝利亚的刺激下来到了崩溃的边缘 甚至就连灯都已经灭了 可就在这危难关头 死去的同伴们 再次给予了赛罗的鼓励 而就在黑暗赛罗打算一脚抬死 他最爱的皮股猛时 赛罗终于觉醒 在意识空间中抓住 贝利亚的手 紧接着 两人一起一飞冲天 在太阳的照耀下 赛罗觉醒成为光辉形态 重新夺回了身体 甚至还用繁星驱动 复活了警卑队的好友们 而虽然结局还算完美 但这场战斗绝对是赛罗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不仅身体被多 身后还孤立无援 不过 只能说 主角终归是主角 赛罗就算是遇上这种前进 也依旧还是靠着自身的意志力 杀出了重围 主打的就是一个违心力 而接下来说了 不仅是赛罗地域336小时的输出 同时也是赛罗雷欧师徒首次的联手出击 另外这也是雷欧公报四仇 对着赛文用大火腿猛踹的名场面出处 在超一颗传说外传中 赛罗与赛罗没心人 海洛迪亚伯制造的机械奥特兄弟 展开了长达两周的机斗 在一上来的混战中 赛罗� 虽然解决掉了 贾佐菲和贾杰克和他本人却也消耗极大 而他这边都还没打完呢 就转头去帮助雷欧他们对付机械哥莫拉 结果到了那边 机械哥莫拉还没解决 黑暗洛普斯都已经到头顶上了 无奈之下 赛罗又只好和黑暗洛普斯展开机站 而此时的赛上呢 早已消耗严重 而对面的洛普斯却是刚满状态出仓 这一来一回之下 赛罗很快便落了下风 甚至就连两个投标拼出来的双重剑都被打飞了出去 而且这还没完 赛罗原本单独打一个洛普斯就已经相当吃重了 结果对面还非常不讲武德的摇人 之前剩下的三个假奥特曼又阴魂不散的咬了上来 就这样 赛罗又一次被脱入了围忽之中 甚至这次比之前更惨 洛普斯这个老六还甚至赛罗不注意 一个次元核心风暴给赛罗和三个假奥特曼一起送次元裂缝里去了 一战斗经验丰厚的赛少也很快便抓住了这个机会 快速解决掉了假艾斯 可紧接的新的问题又来了 在你说这要是没有个人情绪 阿伟是一点都不带信的 不过有一说 所以 刘对于七爷有一点小情绪 倒也还算是正常 毕竟在TV里 传实在是有些过于不把奉原当人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欢迎大家指正补充 进逐月 再了解更多奥特曼